不过我们看到了今天太阳花学运 除了有超过50万的黑三军聚集在台湾的总统府前抗议之外呢 事实上在全球他们也发起了这个330全球跨时差接力串联的活动 预计有17个国家49个城市加入 从亚洲的日本澳大利亚串联到欧洲各国 还有美国各大城市的海外留学生和台湾的侨胞 那么下面我们先请VEOA卫视著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 来为我们介绍台湾在欧洲的留学生 响应太阳花学运的串联行动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 敬礼你好 东宁你好 是的 我现在在现场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背景 但基本上 今天这个伦敦这个地方呢 是早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虽然活动是下午5点半才开始 但是到这边以后 人非常的多 预期的要多 那么有一些外国人在这边说 他们觉得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这些台湾的学生们可以这样子发动起来 而且他们现场有很多的太阳化就像日葵 那么现场呢也喊口号 喊着口号是说退回古貌 反正黑箱捍卫民主 那么现在他们正在唱歌 这个歌曲呢是来自德国大文豪 而Hugo的就表达这个百姓最 政府的愤怒与肤满 那么同时呢 今天的在这个现场 大概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 大概有200人到300人左右 那么很多的人是从学生 是从伦敦以外来的 还有像是也有从瑞典 北欧其他国家来的 那么除了学生代表之外呢 还有关切台湾的旅台人士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参与的 跟着学生坐在当地这个现场 那么他们强调的是要大家 要这个静坐 要有和平的方式 非暴力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还有人许多人拿着中华民国的 青年白日的国旗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台湾年轻人 非常这个有热情 然后非常 但是又是非常理智的一个 抗争活动 一个示威活动 那么现场有很多的围观的 外国人士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他们觉得 这个是台湾的学生吗 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欧洲发起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令他们印象深刻的 一个民主的示威活动 从您发来照片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穿着黑色衣服的 带着太阳花的学生们 还有拿着国旗 看来好像人数还蛮不少的 那么除了伦敦的情况之外 我们知道在欧洲各国 包括了这个巴黎 马德里还有这个柏林 也都有很多的学生来 响应这个串联接力的活动 其中在巴黎 还是在这个巴士底监狱前面的 一个广场 我们介绍其他欧洲国家的 一个情况好吗 金灵 是的 东宁这一次 在欧洲 总共加起来 有八个国家 十三个城市 都参与了今天 这个所谓 他们叫做接力方式的示威活动 除了你刚刚提的 就是说伦敦 巴黎 巴兰克福 柏林 那么在法国 还有土鲁斯 还有就是欧洲议会的 那个另一个地点 就是德拉斯堡 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当然还有就是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意大利的米兰 还有维也纳 小联合国之称的 这个维也纳 奥地利的维也纳 那么甚至于爱尔兰的 都柏林 而在西班牙的 两个大城 巴塞罗纳跟马德里 今天也都有这样子的 示威跟学运的活动 而这是在过去 在欧洲可以说是 从来没有看过的情况 那么预计今天 他们说总共加起来 全欧洲大概会有 这个近千人 支持这次有台湾学生 发起的太阳化学运 今天发起学运的 这个欧洲总负责人 是在伦敦大学的学生 谢璇告诉VOA 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是 反服貌 而是关切台湾的民主进程 反黑箱作业 那么这项活动 也不只是学生的 满腔热血而引 而是有许多台湾人民的声音 东宁 另外我们知道 欧洲也是学运的思潮 是历史悠久的 究竟欧洲的媒体 怎么看这一次台湾的 太阳化学运 尤其是乌克兰才刚刚 因为拒绝欧盟签署 这个贸易协议 也非常类似的情况 引发了危机 欧洲的媒体 有没有针对这方面 做一些比较呢 很快的 好的 东宁 欧洲的媒体 其实普遍注意了 这次台湾学生 占了立法院的视线 那我相信今天330之后 他们可怕还会有 其他的焦点 会报道 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就是基本上 他们现在是支持学生 表达对国家政策 事务关系的态度 但是这里的舆论 一般的反应 其实是非常的审慎的 可能在当中 跟涉及了台湾的 内部政治和两万 关系是有关系的 现在学生 和口号还是大声 那么当然 这个英国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特别提出了 就是说改善两岸关系 一直是台湾 马英九政府的 这个施政核心 可是呢 从这一次台湾的 这个反冒府 这个发动的 台湾学生发动的 这个太阳花学运 看来 马英九 希望在卸任的时候 能够有稳定的 两岸关系 留下这个 对这个全世界 对他的历史地位 两岸关系上的 这个 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这个 恐怕 恐怕要以失望收场了 东宁 好的 非常感谢静灵 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道 刚才静灵提到 这个经济学人的报道 有关于马英九的 两岸政策 是不是陷入一个困境 稍后我们在现场 有华盛顿和台北的 两位嘉宾 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请您持续续续 我们昨天 我们今天海峡论谈的 特别节目 不过我们看到了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现在是遍地开花 并且蔓延到世界各地 美国今天从 东岸的纽约和华盛顿 一直到西岸的加州 都会有留学生 接力串联 进行抗议活动 而周六周日 也就是昨天和今天 连续两天 美国的纽约时报 国际版的周末版 也正式开出了 太阳花学运的 全版广告 下面就立刻连线 330海外台湾人 全球串联活动 纽约地区的活动负责人 李义琪 请义琪来跟我们介绍 相关的一个最新情况 义琪你好 嗨你好 大家好 好的 首先就请你 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在纽约 预计会有多少人 走上街头来 响应台湾的这个 太阳花学运 跟这个所谓的黑山军 那么整个活动 策划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义琪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呢 我们是在纽约的时间 下午3点半 那将是在纽约 具指标性的 Time Square的 时报广场呢 就是在 要进行全球的串联 来声援台湾 太阳花学运 表示对台湾学生的支持 更捍卫台湾民族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的 会出动的 就是站上街头的人 那按照我们脸书上面的 page显示呢 大概至少会有 500到800人之间 甚至有可能是 更多的团体会加入 然后来参与我们 今天的330活动 好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刚才也提到了 周六跟周日两天 连续两天 在纽约时报都有这个 全版的广告刊登了 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广告 那么整个募集的时间 非常的短 你们怎么筹到这样的一个资金 还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广告的内容好吗 立琦 好的 那最主要呢 这一个的就是 由台湾网络的 有一群网友 他们在3月24号的凌晨 他们为了要以 看见真相为诉求 来进行网络的 集资募款 那他们呢 是为了要让全国 就是台湾人 还有甚至是全世界的人 能够看到3月24号 警察暴力驱离 和平占领行政院学生的事实与真相 那他们在网络的募款平台 Flying V 拿他们来进行募款 并且是在网络的PPT上面宣传 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从3621位的网友身上呢 就是筹备到他们的 633万元台币的这个目标 那就是也埋下了 就是纽约这3月29 跟3月30的广告 那他们有关于的 广告的内容呢 他们是在达到目标之后 不到两天的时间 那来收集资料与讨论 那有顶尖的设计师 聂永珍设计师 还有他的团队 以Democracy at 4am 就是凌晨4点的民主 对 然后来为主题 那他这个的主题的是说 凌晨4点或许是最黑 但是更多人看见 醒来之后牵着手的我们 必将迎向黎明 这是他们想要诉说的主题 那他们这个主题呢 除了是要纪念 就是要过去一周内 有数外民的公民 他们在街头 就是要保护异常内的学生 那他们睡在街头 然后在黑暗中 就是来保护这些学生 要更是要呼吁社会大众 不要忘记 3月24号的凌晨 警方在行政院对抗争学生 与群众的暴力镇压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330海外台湾人 全球串联活动 纽约地区的负责人 李逸琦 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专访 非常感谢您